Hello大家好,我是雪鹿,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老师一直都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他们将毕生所学传输给自己的学生 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更好的发展 而在奥特曼中也不发这样的身影 今天所录给大家盘点了奥特剧中势力强大的五大迷失 下面也就一起来看看吧 Top5 萨文奥特曼 最早持有教官一职的隐属萨文奥特曼了 他是奥特兄弟中的三弟,奥特警备队的老成员 最早是在地球上指导雷奥特曼以猪星团的身份 锻炼了雷奥的人间体凤圆军 魔鬼式的严格训练 也让雷奥不仅获得了强大的格斗技巧 也磨砺了雷奥只相信自己的坚强意志 Top4 雷奥特曼 雷奥特曼的格斗能力在光之国是首屈一指的 这都源于雷奥在实战中不断历练的结果 同时还有赛文当年对他的严格训练 也有其成功的必要因素 也正因如此 雷奥特曼教育徒弟的风格也与赛文相似 同样是严格著称 当年他的徒弟赛罗和孟比欧斯可没少抱怨他 Top3 赛罗奥特曼 赛罗继承了父亲赛文的优秀基因 再加上雷奥特曼的严格训练 因此他的实力在光之国也是无人能敌 但赛罗奥特曼在教育徒弟上就零非常无语了 他不但没有继承父亲和师父的风格 反而是非常随性 在教导银奥特曼和维克特利奥特曼时 他直接就退了座山砸过去 在交集的奥特曼时 因生生把两人的关系搞成了兄弟 Top2 泰罗奥特曼 泰罗奥特曼现任宇宙警备队的总教官 是奥特六兄弟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一位 在战斗能力上 泰罗几乎学乎了哥哥们的所有招式 同时泰罗奥特曼还非常关爱自己的徒弟 当年孟比欧斯奥特曼在地球上遇到挫折时 作为师父的泰罗就急忙赶来护肚子 这一点当上人非常感动 也许是和当年他自己经常被哥哥们爱护有关 Top1 奥特曼之父 奥特曼的老战士奥特之父用武非常强大的实力和战斗经验 在教导徒弟上奥特之父也是非常成功 他对待徒弟的一丝不苟 即使是自己的亲儿子泰罗 也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后才能成为奥特战士 先后带出来徒弟有左飞初代能著名的奥特六兄弟 如今他们也已经成为宇宙警备队的主心国 好了小朋友们最喜欢以上哪个奥特曼的交易风格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别忘了跟许多点个赞哦 想看更多的奥特曼咨询关注我哦 想先看我们下期再见